这批将近一吨重的夏阿玛今天要定体了 师傅先用锤子把钉子敲松旧的提铁拿下来 提甲底部的轮廓已经全部长实了 然后再用锤子敲打的刮刀把里面长出来的指甲敲掉 由于夏阿玛的指甲实在是太硬了 锤子根本敲不动 没办法师傅只好放了个钳子 把提甲中间最硬的指甲全部夹掉 再用单刀把中间突出来的三角形角质刮平整 然后再用钳子沿提甲边把多出来的指甲剪掉 再用锤刀把提甲表面底部打磨平整光滑 提甲表面一定要再搓个凹槽出来 这批夏阿玛的煎糕在1米85体重将近2000斤 它的一只提子抵尼扣的两只 所以师傅给它烧制的都是最大型号的提铁 趁烧软了再打造一下提铁的形状 然后把提铁放在提甲底部量一下 看大小是否合适 合适后再放进凉水冷却定型 最后再用钉子把新的提铁固定在提甲底部 钉子全是从侧面出来的 然后再用钳子把露出来的钉子剪掉 再把钉头压弯 最后师傅再拿错刀把钉子打磨光滑 以防刮伤马腿 为了防止提铁再给它擦上一层护体油就可以了 这下他可以开开轻轻的回家啦